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邵峰失踪了 少爷 既然邵峰决定跟小仙在一起 就不要再阻拦了吧 我想小姐是什么样的人 你看比我们大家都清楚啊 你 你在干嘛 没事 你怎么不再多睡一下 今天第一天上班 吃到不太好 也对 第一天上班 做新公司的新任总经理 应该给员工留下好的印象 我帮你做早餐 等一下 好臭 是吗 对不起 没关系 再吃我押心 这些是开早餐店 第一天上班 但要吃饱一点 来 怎么样 好不好吃 我走了 我走了 等一下 我忘记了一个安息片 加油 我好像跟你拍拍 我好像跟你拍拍 董事长 许凯不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找你 少董事长 离开少逢吧 你硬要跟他在一起 只会害了他 来 为了小千 我一定要加油 你觉得少董离开天朝集团 他还能干什么 凭他的资历才干 难道你要他 为了你变成一个平凡的人 每天为了生活去 被公屈欺吗 少董事长 少丰 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 那算是工作吗 虽然规模不及天朝集团 但是公司很重视他 还让他做了总经理 原来你们的感情 从头到尾都是建立在 谎言和假象上 我不知道小枫瞒着你 是不是为了怕你失望 可我清楚 你跟小枫原本就是 不同世界的人 硬要在一起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而且说白了 只要你与小枫在一起一天 我保证他在深圳 绝找不到像一样的工作 这些钱够你们父女娘过日子的 你是聪明人 跟一无所有的小枫在一起 对你没好处 好处 只要你与小枫在一起一天 我保证他在深圳 绝找不到像一样的工作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只是不小心被拆心刀割到一下 原来你们的感情 从头到尾都是建立在 谎言和假象上 我不知道小枫瞒着你 是不是为了怕你失望 你觉得小枫离开天朝集团 他还能干什么 凭他的资历才干 难道你要他为了你变成一个平凡的人 工作虽然很重要 但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你放心吧 老板是看中我 才会给我这么多工作 你跟小枫原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你硬要跟他在一起 只会害了他 你硬要跟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我们可以出来聊聊吗 你怎么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为了把少风留在身边 忘了替他的未来 他的事业着想 我好怕 怕他有一天会怪我 傻丫子 这不关你的事 是少风自己的选择 但是爱一个人 不是应该为他做出最好的决定吗 所以你现在打算 把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 就这样放弃 好 就算现在我把总经理的位置 划给少风 少爷一样不会同意你们两个交往 然后少风再一次离家出走 请问 跟现在的状况 有一点点差别呢 有点点差别呢 能帮我一个忙吗 少董事长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当着大家的面 说清楚 假扮华修的事情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一手策划的 其实我爸爸早就知道华修的下落了 是我不让他说的 故意安排了一场车祸 然后 认识少风 让他觉得 我可以成为华修 所以当董事长病危的时候 我就顺利的成为张华修了 人本应该赚到一笔就离开的 但是你们大家竟然都没有怀疑我 而且更加疼我 这让我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我想要成为邵家的一分子 在我知道我的身份要被揭穿之前 在我知道我的身份要被揭穿之前 我就叫我爸爸 把华修的资料卖出去 狠狠地捞一笔 少风辞职 我知道他一无所有 为了跟我爸 可以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开给滚董事长要钱 我开给滚董事长要钱 离开少风吧 这些钱 够你们负留着过日子的 你是聪明人 跟一无所有的小风在一起 对你没好处 人本就应该唠唠一笔的时候就离开的 但是我太贪心了 像我们这种四处流量的女骗子 原则就是 减好 救手 现在后悔了来不及了 什么都没有 少董事长 少董事长 我跟您说这些 是想告诉你 少风实在是太笨了 少风 太傻了 他一直被我骗得团团转 还以为全都是他的错 他还要硬顶 你 太笨了 太傻 你们不要怪少风 这全部都是我的错 我会永远地离开这里 不会让少风找到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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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只有這樣 才能斷絕與莎鳳所有的關係 才能讓她死心 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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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靠近 衝進我不及的生命 贏了命 奧我魂心 我不知道陽光的虛弱 你應該知道 打從一開始 我就是個騙子 不過我現在騙累了 心意撞夠了 所以我想休息 我不想再繼續跟你過這種 充滿謊言的日子 我走了 不要找我 我們卻都無言 像是肯定了彼此 無處的一切 如果不是你 靠近冷靜 我不記得了生命 贏了命 當我歡心 我不知道陽光何時 或是不容易 躲 Illого 小圈呢 她走了 她什麼沒說都走了 我一定還留著野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千呢 不知道 快告诉我 小千去哪里了 不说了 我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你知道她在哪里对不对 徐凯 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小千在哪里 我怎么样都联络不上她 小枫 你看看现在你自己这个样子 我要是小千我也会离开你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都不帮我 因为我现在不想再做旁观者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而且现在事实证明 比起你 我更能带给小千幸福 我不会再让你伤害她 我这么爱她 我不会伤害她的 小枫 这真的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自从女郎小千扮演你的家本没开始 你就无时无刻不再伤害她 明明想爱她 她又不敢爱你 好不容易爱了 迟迟又不敢给一个承诺 最后女郎小千一个人 就承受这所有的责难 你知道小千为了你 一个人躲起来哭了多少回吗 小凤 是个男人的话 放小千自由吧 你们的爱 这回让彼此受到伤害 不会得到祝福 我爱小千 真的很爱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彭小千 你到底去哪儿了 都是不认导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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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像我微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走不出的银河 一种颜色 一个段落 爱再来过 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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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 怎么选择 涂满记忆 悲伤或快乐 像片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愿深迁的找得 像片微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走不出的银河 一种颜色 一个段落 爱曾来过 爱曾来过 什么颜色 怎么选择 涂满记忆 悲伤或快乐 像片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 越深陷的照着 像片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 走不出的银河 一种颜色 一个段落 爱曾来过 什么颜色 怎么选择 涂满记忆 悲伤或快乐 像片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 我越深陷的照着 像片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 走不出的银河 一种颜色 一个段落 爱曾来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国内知名的观光饭店天朝集团 和瑞士知名的旅馆英格堡集团 今天正式签订了合作计划 将共同开发六星级度假村 庞开信支持人与徐总经理合作 一同签订六星级度假村的合作案 瑞士英格堡集团拥有强大的实力 所以我相信这次合作 可以为我们造成双赢的局面 现在可以签约了吗 我有点饿了 许总经理还是老样子 老爱说笑 据了解天朝集团和英格堡集团 双方预计将投注六亿人民币 共同打造顶级的六星级度假村 这可说是近两年来 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开发计划 也是天朝集团总经理徐凯 在上任两年来所主导的 众多开发案之一 喂 在辆场的说笑话不好吧 你有开电视转播 怎样 你在电视上有没有很帅 怎么还跟你小孩子一样 好了 我该上飞机了 你保重吧 好 那就万事拜托了 这件案子是民间集团的重点项目 好好加油吧 海外部经理 我知道 总经理 哪像你这么当的 当着媒体说自己肚子饿 都不怕别人笑话 你还不了解我吗 你儿子肚子饿的时候 什么都做不了啊 哪像你这么细皮笑脸的 那一起去楼下吃个饭 还是请他们送餐上来啊 不了 我那边还有一堆文件 等着我签字的 你自己去吃吧 我呢 这个 吃个饭要多少时间呢 少吃这些垃圾食品 乖了 乖 走走走 自己先去吃吧 我现在呢 是工作第一事业之上 要不然哪里做不好 肯定会被你念 出去 好了好了 你别推了 我是你妈 你什么尽量 我清楚得很 你呀 只要想做的 不可能做不到 你还很了解我 对不对 你 我真的好爱你 抱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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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民宿 好 好 黄晓芊 你真的很不够意思 既然过了这么久 才跟我领路 亏我每天晚上担心 你都睡不着 对不起吧 反正我只是想等民宿 声音稳定一点 再告诉你 免得你担心 借口 谁不知道你是在躲那个 算了 算了 晚点儿再给你好好地 算这笔账 好了 快上车 我带你去看我这样 有您的心血 为我 你 不是 你 没 不过 你 你 不是 你 没事 我 不是 规模不大 但是很有自己特色的民宿 反而吸引了很多 不喜欢住酒店的旅客 所以才能请你这个 深圳的首席发行师 你才知道 我可是牺牲了 自己的大好前程 来帮你的 还不先来对大参赐 是是是是是 对了 快帮我印章名片 你说我们是叫什么集团呢 天才集团 很聪明的那个天才 天才纳福的天才 天才集团副董事迹 房屋经理田宝林 怎么听起来这么妥 你知道彭小千就是爱钱嘛 你想带给我一把 宋äv都在这里 他在家里面 我没有在家里面 我没在家里面 我没在家里面 那我的天才υ兵 真的你们可以 就在家里面 我好想让你再拍一下 我一下 你怎么知道 老林 我当然没有跟他说啊 何况之前 我又不知道你的下落 可是你知道吗 邵峰他改掉了海外部经理 就是为了方便到处找你 我跟他已经结束了 两年前就已经结束 你傲默唤醒 我不知道仰望何去 如果不是你可以 让轻握灵魂的缝隙去找你 我一定还留在原地 相信 小倩 你真的转性了 我还以为你只会带我到路边喝汽水 这家餐厅看起来还挺高档的 我们这么久没见 或者生气一下也不过分啊 况且我还要两张予非招待券 我就知道捧小倩还是捧小倩 有的喝你还嫌 快喝 各位好 我是这家餐厅的琴师 接下来给大家弹奏几首曲子 盈盈 小倩 你来做什么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间民宿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开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经营 来 这台钢琴我放在这边很久了 以后有空你可以来这边练琴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练琴 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啊 让我这里变得更加的细致 好不好 我去帮你倒杯水 你等我 要好久了 这个彭小倩 究竟想干嘛 好 如何 这台钢琴不错吧 小千是个好人 她知道你没有地方练琴 就在民宿里 清出了这么一块地方 虽然这台钢琴是二手的 但是也是她在淘宝上 找了好久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同情我吗 还是以为你这么做 我会感激你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们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说起来也算是一种缘分 既然现在让我们相遇了 为什么不能做朋友 为什么要针锋相对呢 我不想那些事情再困扰我们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不是吗 等一下 这些是凤梓岛主要旅行室的资料 国外旅客来凤梓岛的行程安排 也都是通过他们 知道了 我要親自去拜訪這些旅行社 有事打我手機 是 以後就麻煩你了 哪裡 你給我們價格 真的很優惠 我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你有沒有聽過 有個導遊的名字叫做彭曉謙 彭曉謙 你到底去哪兒了 我可以請教你